好 妞妞 妳現在有了自己 買的房子 這個過程也很辛苦喔 很辛苦啊 因為那時候 想說就是買到最後 我覺得還是買自己的房子 是最實在的 然後後來那時候 買房子的時候買預售屋 預售屋的時候 就要先繳錢 所以每個月要先繳 一萬五 可是那時候我還有自己的 租房子的錢 所以每個月的房子錢 還有我媽媽 在台北有租房子 也要妳付 也是我付 我媽媽的開銷也是我 還有我自己的開銷 所以我等於一個人要付 三個錢 對 那等於說 那一陣子的我 就等於 三餐吃一餐 我那時候很難過耶 很難過 就算妳在怎麼跑場 然後怎麼樣 妳就是等於就是 有時候甚至是吃麵包度日子 真的 就是為了就是 省那個錢 然後去補我媽媽的錢 我媽媽的生活費 然後我自己的生活費 然後還有那個租金 然後還有那個 預售屋的錢 妳現在房子買在 我買在 因為我覺得那個地方很好 在中國醫藥學院附近 台中 對 那邊滿好 因為那時候想說 媽媽剛好如果 可以 一月一 她 未雨綢繆 未雨綢繆 如果有一天媽媽老了 對 旁邊就醫院啦 我還不用說 就自己走過去了 我自己買房子 都是離醫院還買近 對 我那邊很 不是 救護車一趟很貴耶 我要自己走 不是 我那邊很好耶 我那邊 我那邊是 小學 中學 大學 醫院 連便衣館也在附近耶 我連便衣館都要想好了 最後那就不用說了 對啊 我想說 筒包 還有做筒包 真的 一條龍的 對 一條龍的服務 而且我媽是辦電視管理耶 所以 是喔 真的打下來 所以你現在住進這個房子之後 運勢有變好 進去之後呢 不管是工作也好 什麼都很順 所以這個人就是這樣子 當你運氣也好的時候 好像做什麼都很順 順風順水 對不對 所以家裡的風水真的是很重要 我沒有玩過 我用來玩過 我用來玩過 我家裡的風水